在這幾天以來,從4月26號我們宣布金主凱道,包括到4月27號我們舉辦反核的遊行,成功的佔領忠孝西路。 這些行動都是因為政府獨裁的要決定強行興建和事,所以引發了人民的公民不合作的行動。 但是在這段時間,這些人民自發的抗爭和平行動中,卻一再不斷的受到警察暴力還有惡意的攻擊。 我們對於政府這樣暴力壓制人民硬件的方式,表達嚴正的抗議。 4月28號的凌晨,在中校西路前,是3月24號行政月的血腥鎮壓之後, 國家機器在短時間之內,再次暴力對待手無寸鐵的人民。 很多人會說,那證據在哪裡?所以我要告訴大家,是目前除了衛福部統計的54人受傷之外, 目前我們已經收集到78人回報他們當天的受報情形。 還有相關照片以及影片,至少有23位朋友表示他們在428當天遭到警局攻擊。 當時在被逮捕的狀況之下,是在公園路的鐵欄杆第一排。 那個時候狀況是,鐵欄杆剛要被抽走,民眾開始要往後退,慢慢開始往後退。 可是因為後面人太多,我在第一排根本推不到後面去。 警方直接強勢逼近,他們一步一步拿著盾牌往前,直接推。 當下我被推倒了,然後我被推倒的同時,有一個中正一分局的偵查組的收證人員, 當下馬上把我的面罩搶走,然後抓著我的腳,把我往警方後面的陣營拖過去。 然後在拖行的途中呢,只有聽到有一個聲音說,這個打警察啦! 結果所有的警察看到我,馬上只要看到我在地上,有腳的用腳踹,有齊眉棍的用棍子碰,有盾牌的就用盾牌往前上打下去,對。 然後中間還肩附上,怕好一氣啊!這個該打!等等報復性的字眼。 中間讓我覺得就是,我非常的,中間我受到非常多的傷害。 同時,在這麼多人唯有我的狀況之下,我根本沒有辦法反擊,甚至根本不用說,如媒體或警方所宣稱的,我有掌取盾牌。 在那種狀況之下,我一起身,我馬上把我的雙手舉高,馬上大聲宣打說,我不會反抗,我願意配合,請不要上我靠。 但是警察依然,所有警察依然居對我造打,有的叫我坐下,有的叫我要跪下,可是我根本不知道聽誰的。 可是,只要我不聽那個人的命令,他馬上會再拿,用警方甩棍再把我打一頓,然後叫我聽他的指令。 最後,中正義分局的指揮,當場的指揮官,呃,就是下令說要幫我上靠。 可是在上靠的過程中,他僅有草草宣讀,我是妨害公務,可是並沒有告訴我,我可以行使什麼權力。 同時,他也沒有告訴我,今天我是因為什麼樣的舉動而妨害公務,然後就直接幫我上靠,然後交給大安分局的偵察組的人管束。 照片的話,是那個,另外那個,呃,我們的朋友那個,那個,鐘森雄拍的照片。 那他,拍的這個畫面是在天橋上面,那其實今天很多在,如果那一天428有在天橋上的,呃,媒體朋友可能就會知道那一天是有霹靂小組,就走上天橋來, 那把我們所有的媒體,包括一般民眾,都把,呃,趕下,就是趕下天橋這樣的部分。 那我不曉得就是說,這樣這個,呃,我們從這樣的一個制高點拍攝,到底哪一點會妨礙到警察他來行使,呃,他的,呃,公權力。 那,所以我覺得,這個部分呢,其實已經有妨礙到我們人身自由,以及我們新聞採訪自由的一個部分這樣子。 對,那,像,呃,那在中校西路上呢,那我個人那一天,其實也有,呃,在被警察,喔,因為我拍攝,拍攝一個被警察拖進警政當中的民眾, 那就後續,呃,那個警察也不由分說,就看到我在旁邊拍,就把我也拉進去這樣子。 那他也沒有,呃,我表明說我在進行採訪,那他們也沒有在理會,就一直說,欸,往後退,往後退,然後就幾個人包上來, 然後把我身上的安全帽啊,然後把我眼鏡拿掉,我本來是有戴眼鏡的,然後現在戴隱形眼鏡。 這個國家已經瘋狂了,已經喪失理智了,這幾天的新聞,大家知道, 前幾天,法務部部長羅英學才剛批准了,五位的死球的執行。 這幾天的新聞,這個政府,不斷的在重複,殺人,打人,跟噴水。 大家也看到昨天,一個所謂號召,大家做捷運,的一個轉貼的,一個網友, 被警方一路追到,一路追到嘉義去,今天要把他帶上來,我不知道怎麼形容,現在這個國家空權力失控的狀態。 其實假設,323,428兩天,在行政院,在中校西路,警察都是合法正當的,在行使他的公務。 那這些記者,在旁邊,行使他的採訪行為,行使他的採訪自由,也沒有違反到他的公務, 的執行,也沒有影響到他的公務的執行。所以我很難想像說,到底呢,這個時候警察可以用什麼理由, 可以用哪一個法律的條文,來執行他把這個記者,事先驅離的這樣子的一個,正當化這樣的一個行為? 在台灣的記者,你們上街頭去採訪,已經需要做一些防備的措施。 甚至小海他說,他要買那種,我不知道是不是哪裡買的那種背心,就是可以防打防撞的。 那其實,在小海的臉書上,他都說,他已經被警察打過了。 那我覺得這樣一個情況呢,其實變成是,很多記者朋友可能都會遇到的情況, 就是第一時間通常都會被警方隔絕,那可能我們都是自己想盡辦法回來這樣子。 但是更多的情況是,就像這張天橋的狀況下,就是不管是民眾或記者,就是不由分說的一律排除。 那我必須要講的是,包括說,我們現在的大法官釋憲文689號裡面,其實也有在規定就是說, 我們任何人都有採訪的權利,那所以就是,我認為警方他在這次的行動裡面, 反而卻是有意識的去優先去排除有攝影能力,有拍照能力的人。 現在已經台灣的記者已經到這樣的地步了嗎? 是不是已經到這樣的地步了? 那台灣的媒體,為什麼警察,或者說我手上拿的這一張國家暴力,他們已經不讓你們去做採訪了呢? 那表示他們的心態是什麼?我們簡單講就是心虛嘛,就是想要掩蓋一些事實,讓大家拍不到,讓民眾拍不到,讓民眾看不到。 一天凌晨三點的時候,我們所在的位置是在凱撒飯店外面的中校西路上, 警察呢,仍然是用水車,以及警盾,盾牌跟警棍一直往我們逼近, 那現場有很多的學生跟公民,他們在我們的前面,組成了非常厚的人牆, 不斷的喊著帳篷有小孩,帳篷有小孩,帳篷裡面確實本來是有小孩的,因為他們已經睡了, 但是警察仍然繼續的往前推擠,並沒有派出員警或者是女性員警前來做勸離的動作, 用一樣的手法,水車跟警盾,優勢的警力一直朝我們逼近, 我們在最後的一個,並且我們在最後的時刻,透過這些民眾所拉起的這個人牆, 我們已經安全的退到人行道上的時候,我們的帳篷還留在中校西路上, 那當時警察過來的時候,把這個帳篷一把舉起,就摔向隔壁的對象的這個車道, 並沒有事先去確認,這裡面到底還有沒有小孩,有沒有人在裡面。 就在我們現在開指導會的同時,已經有一群公民朋友,在那個天橋上, 掛下譴責國家暴力,新聞自由,倒退的一個布條, 所以如果各位媒體記者有興趣的話,等一下可以過去那個天橋拍攝, 已經有公民朋友在那個天橋掛布條做了一個這樣子的抗議。